王俊凯 欢迎 欢迎王俊凯 来 小凯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小凯这一次来真的万众期待 听说小凯在第一时间参加了这个抢号的活动 对不对 然后这段时间的测试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自己是因为第一次就抽中了 非常幸运 那之前还在想玩手游会不会和端游有一些不一样 但我觉得整体下来体验感非常好 而且还原度也是非常的贴合端游 一进游戏就是非常熟悉的英雄还有地图 那比如上端游的什么插眼啊视野这些都在手游上游 而且上手也非常容易也非常能秀 就是玩起来非常爽 体验感看来相当不错 是待会还有手游的表演赛 对对对 不知道小凯最近有没有苦练一手绝活呀 就说到这个还挺紧张的 就当然有一些小准备 对待会大家就是不要错过 对 那好呀 我们期待待会的表演赛 我们拭目以待小凯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一会儿给我们来露一手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那其实在这里我也想替所有的召唤师问单哥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要问单哥 就是我们手游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其实我知道广大召唤师包括小凯想问的是什么 在之前的两轮测试当中呢 我们也得到了大家大量的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也在全力的去准备 英雄联盟手游下一次的测试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不删档测试 我们呢现在还在全力以赴的准备当中 哎哎哎哎怎么了刚说到重点怎么了就是 你们让我开始觉得无聊了 原来是有大惊喜啊 你看此刻好像在空气当中都能闻到一股大消息的味道 还真是没想到金克斯和他在游戏里一样吧 快人快语把我们想说的话都提前一下子都说完了 所以单哥我很好奇的是刚才金克斯说的时间是准确的吗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开心了 其实这个时间既然金克斯已经帮我们公布了 那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英雄联盟手游不三档测试 就在2021年9月15日正式开始 哇感谢感谢单哥 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金克斯说的这一天吧 是的记住这一天有大事发生啊 感谢单哥还有我们的小凯 要特别感谢金克斯为我们现场带来的意外的惊喜 当然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要不要喜上加喜再来一点福利送一点礼物 没问题既然准备开始不三档的测试了嘛 那我们也为玩家准备一个锦理大奖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英雄联盟有一个最大的大奖 就是全英雄全皮肤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为广大的召唤师抽出英雄联盟手游的第一个全英雄全皮肤的大奖 当然布山党测试的时候可能皮肤数量还没有那么多 那么在未来直到明年的周年庆 所有更新的新的英雄和皮肤 我们也全包了包一整年 哎呦大家一起期待 当然今天已经有大礼奉上了对不对 而且刚才说一年的时间里 每个月呢都能够收到新的英雄新的皮肤 太爽太酷太赞了 想看你觉得这份礼物够不够大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羡慕了 羡慕这种每个月都有拆忙 就是像那种拆忙盒的感觉 对后面的惊喜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谢谢单哥太大气了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赶紧我们的大屏幕滚动起来 待会呢321喊一个停 一会呢停留的那位召唤师将会成为我们的幸运的获奖者 来大屏幕滚动 好恭喜恭喜这位幸运的召唤师获得了大奖 当然没有中奖的召唤师呢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英雄联盟手游啊9月15日不删档测试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福利活动呢 等着各位所以一定要持续关注不要错过 感谢感谢我们的单哥感谢我们的小凯 相信玩家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起来静待9月15日手游的不删档测试 那么请二位呢稍作休息一会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小凯 谢谢 感谢二位的同学 王俊凯小凯带着他的队员来到我们的舞台 哎呦哎呦哎呦刚才的话他们全听到了 没有没有我很菜的 又来了 来作为队长小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嗯现在是队长了带着自己的小伙伴 我们也来一一认识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梅妮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香光 欢迎 哈喽大家好我是海南电竞形象大使的朋友姿态 哎呦呦呦 刚才小凯应该有听到 baby他们对每个人的发言吧 对对对 呃你自己觉得今天有几分胜算 刚才他们说百 谦虚的讲只有99%的胜算 呃其实讲实话 手游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 哎 手游也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比赛场上一起竞技嘛 所以 我觉得我们只要拿出全力以赴的状态去迎接对手就好 好的 看来也已经磨合的不错了 来认识一下你们的队员哈 其实我们队梅妮也非常熟悉 因为他光用眼神就可以杀死对手 所以你们今天要不要用眼神会紧张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就当做对手给一个眼神杀好不好 我看你们的眼睛好像都比较微柔 我们这里都是 没眼神 没眼神 我们这里都是萌萌哒 没关系 没眼神的话我们要有手速好不好 拼实力 我想问一下麻辣香锅 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的队长小凯来一个中野联动呢 呃对的 然后今天的话是我跟小凯第一次在手游里面搭配中野嘛 然后希望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英雄组合 嗯 你的风格比较像小凯 就是比较稳 然后比较谦逊一点 待会看在场上的表现 问一下Let Me对这次比赛有期待吗 你觉得自己有几分胜算 你们的队伍 他说的很谦逊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 在九周年呢 小凯呢作为这个明星表演赛 赢了杰伦战队 哇不得了啊 所以今天来干嘛的是要赢baby战队吗 对这一次这个咱们这个手游的一个表演赛 看到另外一方队长是baby 所以有什么话想对baby讲的吗 呃就希望手游 来我让开一点啊 来来 点到为止 对 就是 当然 点到 是你要对他手下留机点到为止 还是对方对你 是他的技能要点到我为止 是这个用意吗 理解非常好 对我觉得 就是手游嘛 一会大家看比赛的时候 当然看操作 还是要看我们这一队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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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们看到他的手势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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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上说 其实 真的较量的时候可能不会点到为止啊啊啊啊之前啊baby你有看过小凯的比赛吗 其实我有了解有听说过看是没看过但有听说过非常厉害的中单 然后也非常羡慕你可以跟周杰伦打哈哈 然后谢谢他更厉害的是他赢了周杰伦还已经不行我今天要为我的偶像报仇哎呦你想象一下baby 9周年他赢了周杰伦10周年你赢了小凯哇呃呃这个不能等于了不能等于了不能等于了 就今天我输了也也也不丢人嘛也不丢人 毕竟我偶像也输了对至少跟杰伦是一样一样的对对对但万一赢了呢谁知道现在两队斗已经集结完毕了我们的对战打奖之前的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两队的队长啊一定要亮出各自的气势要亮狠话哪队先来 拿出你们的气势拿出你们的宣言我们要不要女士优先啊好呀好呀好baby哎呀狠话这个环节我真的不太会啊嗯来来来我还是让开一点对嗯嗯可以用余光看一下小凯因为这个话是说给他们听的哎呀那个那金克斯的炮弹就不好意思要打到你们了哎呦话虽然很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很犀利啊当心哦会打到你们每一个人哦所以接下来 小凯到你了料很化 看比赛看他们也就是图一乐真正看技术还得看我们的海南形象大师 不要甩锅啊每个人在战队里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好了现在两队呢已经拿出自己的气势了一会儿就要在场上建一个分销让我们共同来开启本场英雄联盟手游明星表演赛 有请两位明星队长带着各自的队员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战区落座加油 太激烈了来有请我们两队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想到了吗你想到了吗自己想到了吗来来二队我们到中间 手游表演赛的胜利 也要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选手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场手游的表演赛 大家还在讨论呢我跟你讲赢的队伍姿态就是不一样我可以慢慢走 哎 baby 哎 baby怎么了哇 baby你的手这么热吗怪不得啊 啊好我来我们我们第一下话头没关系啊 好的 我论的还蛮激烈的 对 刚刚就觉得手有点抖 哎呦 你手抖 我 我们应该没记错吧 拿的第一个是卑鄙你吧 拿的对方的一个 你的眼神 梅妮妮怎么回事 你只能靠眼神嘛 你的实力呢 你是让我了吧应该 知道了 知道了 对对 谢谢 谢谢 我感觉我感觉他有让我了 没有没有没有 谦虚了 梅妮妮有让吗 你说实话 有没有让 真的已经尽力了 是卑鄙的真实力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明白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真的 拿下了 厉害 我想问一下咱们小凯队长 对于你们队的表现 来 你严肃的说两句吧 大家的方向还是挺统一的 就是表演赛嘛 有人是来表演的 有人是来被表演的 可以理解我 今天这个比赛的结果你想到了吗 因为九周年你把杰伦拿下来 今天baby 你是不是心态上一开始有点放松 我觉得不是心态上放松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 也是大家的磨合还需要再配合吧 我觉得对方的一些操作 还是一些拉扯 还是一些谋略单带这些都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配合也非常好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这边还是要再磨合一下 这就是baby姐她们那边的实力比较强 对 她磨合确实比较好 没错 而且我觉得就像那句话说的好 如果下一次还有机会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 说不定下一次再一次交手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凯 她们的磨合更好之后的发挥 别了 这局baby对她们已经太残忍了 你看这个经济拉的 说实话我觉得baby应该一看就是没有少玩过游戏的 应该是平时就非常的喜欢玩游戏 老玩家 金特斯本斯 能不能自己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打野的思路 包括你们整个的这一个策略的制定是什么呢 就是四宝一下路吗 还是五宝一下 坐下来居然坐在baby的边上 我也发现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腿软吗 还敢坐在baby边上 那是 腿软 但是你心一点都不软 下手可狠了 腿虽然软了 但是手是非常的很厉害 主要我们这边风队主 因为同样厉害 小凯队其实表现得非常不错 来觉得自己表现优异的 我们自信一点举个手好不好 来三二一 哇 对对对 就要有这种自信 自信要有 来自信要有 来来来来 采访一下 你觉得自己刚才表现不错的 最厉害的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有这种气势 我想问一下小凯 因为是这个手游的体验嘛 对不对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整体来讲 跟端游还是非常非常 做得非常非常相似的 因为它的一些操作 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 非常容易可以打出 那种很秀的操作 因为其实真的为手游 做了很多便捷式的一些调整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手游上 肯定也可以打出 在端游上那样的感觉 一定也是可以打出 非常秀的操作的 是的那Baby呢 我看你就很秀啊 非常非常的犀利 对走位也很飘逸 其实我刚才刚开始到中路的时候 我都打不过打不过鼓励 我就一直在往后撤 对 但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 看来你们队可能磨合的更好一些 当然团队再磨合 更加的一些默契度以后 再跟Baby再来对决 好的 好的 当然今天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我们的Baby战队 联合战队厉害了 在这里我们也期待 我们的小凯 大家的英雄战队 可以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 跟Baby再来对决一次 那Baby今天厉害了 因为九周年小凯赢了杰伦 今天你又赢了小凯 所以你想对杰伦说什么 我不敢 不敢 好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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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Baby 是不是要 队长气势不能输啊 把刚才的全都忘掉 欢迎我们的队长小凯 我看一下好像有新的成员 新的队友 我们新成员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天员刚才那个手游呢 刚刚热身完了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主场是接下来 所以对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期待 我觉得平常新对待吧 好像之前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任何一种结果赢或输你能接受吗 就是我觉得都能接受吧 人生有什么事情接受不了 我觉得你经过上一场跟Baby的对战以后 看开了很多 心态也好了很多 当然心态文是这个比赛之前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且是作为队长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英雄队 其他的成员 各位的心情 想问一下 刚刚加入其中的我们的骚男 你看了这个刚才的手游的表演在没有 必须的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 想问一下ZGI 跟我们的队长小凯一起开黑 你是什么感受 其实没有打到训练 但是我们去年有一起玩过 也是九周年玩的 那个时候我看过他的操作 他玩的其实很好的 今年应该也玩的很好吧 但是 人力去年帅了 真会夸人 谢谢 实力呢 待会你们要配合起来 好不好 当然还有刚刚一起我们开黑的两位老成员 我们的蓝米海麻辣香菇 这一次配合会不会超越上一次 因为又多了一次经验吗 因为上把我们认完手之后 然后这把的话 我们小凯冲也肯定是要发力起来了 要发力了 这把我们要表演一下 要表演了开始对不对 之前对上一局自己还蛮有信心的 第一个举手 觉得自己表现不错 那这一局呢 这一局的话 我谨慎一点吧 发育一下吧 发育一下 换一个策略是吗 是的 好的 当然我们话不说满 但是在场上我们来见分晓 我们小凯要对阵的是哪一队呢 对方到底是谁呢 实力又如何呢 我告诉大家 对阵的那一队 是非常具有实力 而且非常神秘的一个战队 他们是 让我们欢迎 UCI联盟队 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恨怨中的人 哇 哇 欢迎UCI联盟队 这个自带气场 自带BGM 还自带杀气 首先有请我们的UCI联盟队的小伙伴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UCI 欢迎队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东北大安淳 欢迎大安淳 哈喽大家好 我是周淑仪 看来你们这队友 上来气势还是有点强的 而且你们队友 一个也是全场唯一的女生 上一场也是这样的 Baby是唯一的女生 会有阴影吗 不会不会 刚才都说了嘛 这把钟也要表演一下 好的 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UCI 来到我们十周年的现场 因为在十年里 我们一起来见证了很多峡谷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是记忆犹新 那就是轰动全场的一个 威恩武杀的故事 那么今天在咱们这个十周年的盛典 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因为我之前来到 选手的身份 今天是表演赛 心情会放松一点 对对对会有会有 我的队是紧张的 我就跟他们说放轻松 对 好你看到之前表演赛 手游的表演赛看了吗 小凯就是微弱的烈士 输了那一局 但是他们现在重振旗鼓 要拿下这一局 你想对小凯说什么 我其实知道小凯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然后我也是今天会好好的表现 多多的去关照关照他的 这个关照到底有没有打引号 我不知道 是真关照还是 嘴上说关照 实际下狠手 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其实我真的见过小凯去玩了好几次的游戏 然后实际真的是觉得我觉得是真的非常OK的了 对 值得认可 其实就是希望他等一下下手的时候轻一点 小凯对方UZI职业选手前职业选手 这么说话真的是太清虚了 我们其实这边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 UZI 对狗哥 真的 所以我们其实这把的战术也是想要好好要关照一下他 好 不是我挑事啊 你们都听明白了 最大的压力是UZI 你们四个 压力一般呢 所以我们要采跑一下 先问一下我们的大虾 来到我们十周年盛典的现场 听到刚才那份话 你是什么心情啊 我尽量不拉胯吧 好吗 不拉后腿 我的妈呀 好的 把正常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好吗 问一下大安纯 为这次比赛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那个本来是想做点准备的 完了再 盾了对吧 不是他把我盾了 他把你盾了 先别说丧气的话 这里有UZI呢 问一下村悟空 这次和UZI一起开黑 是不是信心百倍 其实我以前也跟UZI 就是打排位置中遇到过 我也经常和他配合 这是确实是 但是UZI具体记不记得我 我不太清楚了 希望我们可以今天 就是配合得更好 然后高丸和职业哥 这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但是对不起 我们联盟队打的就是精锐 哎呦 厉害了 真是不给面子 但是刚才说 你记得孙悟空吗 这容易射死现场 问完这个问题 你记得吗 这个 说实话 如果说某一场排位 肯定记不得 但是我知道他玩 猴王这个英雄 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我是见识过的 你看看 希望你们有好的表现 最后来问一下 我们全场 现在唯一的女生 女战士 有四名骑士来保护你 你觉得有信心 跟小凯这一边 赢下这一局吗 其实前面猴哥说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点心虚 要自己找牢坐 在下路坐牢 所以对面香锅呀 迅凯呀 千万不要来下路 我希望能给我们唯一的一个战士 有一个良好的游戏体验 一般这么说 别来下路 一般都是套路 引诱你们过来 设一个陷阱 所以不要中招 问一下我们的UZI 之前有看过小凯的比赛 有研究过吗 有看过他打好几场 不止一两场 然后他的腰肌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是那种真的给我感觉 这个是有打职业的可能性 真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小凯呢 有没有研究一下对方 知己知彼吗 其实对方整体 肯定是没有看过 他们整体的比赛的 但是私下肯定是经常 以前经常看UZI的比赛 包括以前他打职业的时候 基本上我觉得 都会去尽量地去关注一下 因为真的非常精彩 所以今天能跟他一块去竞技 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强强的对决 说的我们都是非常的期待 一起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好的 现在有请两位明星队长 带着各自的队员 进入到我们的战区落座 有请 来吧 有请两只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欢迎所有的队员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欢迎 他们太兴奋了 还在讨论 哇 说实话这是我这辈子以来看过 最最最最最最跌宕起伏和精彩的表演赛 到目前为止 别把话说太满 我相信所有在看这一场表演赛的人 应该都会感叹那一句 神之所以是神 真的能够靠他的一举之力 扛着四个队友 一起向前进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队员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不得了 我有个感叹 我相信所有人都一样 这是一个表演赛吗 这明明是一个职业赛 里面真的是跌宕起伏 峰回路转 一直以为这队要连了 结果又翻盘了 结果天哪 山路十八弯 看了每个人都是心情都被牵动了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小凯队长 是不是觉得要拿下了 没有 其实我们中途的决策 一直都没有说要拿下的那种心情 我觉得还是中间的沟通有一点问题吧 但是真的打得非常的精彩 不到最后一秒 谁都不知道真正的胜者是哪一队 对不对 你说 哇 我说实话 今天这几波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血 我想问一下小狗 问一下UZ选手 其实之前你有说到 在赛前采访的时候 你有说你说来到这个场馆 就是能够再一次打比赛 感觉不一样 但是今天你拿到你的本命英雄维恩 拿到五杀 差一点又拿到四杀 所以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在这样的一个十周年的场馆 拿到这样的一个 还是非常开心的吧 因为其实真的很久没有在就是刚刚那种耳机还有那种设备的情况下去打这么一场表演赛吧 对啊 就是很开心也很有感触吧 就像我之前打比赛一样 我觉得就是坐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我的那种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对 你就放开笑吧 因为之前我在下面啊就仔细观察了就是你拿到五杀的时候 哇 你脸上的这个表情啊 是发自内心情不自禁的露出来 对 两口大白牙呀 当时心情怎样 拿到五杀 真的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而且今天就是队友也很给力嘛 我们虽然也不也算是第一次玩嘛 然后大家真的就是也是给了我很多的那种输入空间嘛 不就保护我让我去能够好好的去进行一场这么精彩的操作的情况嘛 真的也是很感谢我的队友 对 嗯 我想问一下有这家你作为队长评价一下对方的队长小凯 这一局因为你们真的是熬战 对吧 嗯 表得很紧 呃 我觉得就小凯真的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如既往的还是实力是拉满的 因为之前给我的印象他是玩妖姬啊这种女刀啊这种突进的比较厉害嘛 然后今天是玩了一个新德拉 我觉得就真的是就是那种给我感觉平时应该没少玩实力还是有有有能看出来是有实力的 嗯 那小凯你也评价一下对方谁给你的压力比较大 我在中路那一波QE空了那一瞬间我就慌了赶紧召集队友过来 我知道那一波肯定我有问题对因为那波QE太随意了 嗯 其实说到那一波我说实话当时应该是小狗又找到这个机会 所以当时是什么情况是有看到小凯一个人在中路落单所以立马追过去吗 呃 其实有有有一次也是我去追小凯嘛 然后被小凯直接反手QE然后差点秒了嘛 然后那一波对 然后后面也是因为我这边是我的发育比较好嘛是可以扛一下伤害的 所以说也是适当的去找了一些机会 嗯 其实我觉得小凯今天发挥的也非常的好 而且之前玩刀妹大家都知道刺客玩的很好之前自己也说是刺客玩的比较厉害嘛 所以今天拿出这样的一套阵人是跟香锅在之前有讨论过战术吗 这个中野的组合和配合有打过多少训练赛呢 其实这算是我第一次跟香锅玩新德拉这种这种中单一块配合 因为之前也是玩的比较多的还是一些相对于刺客比较突进比较多的这种英雄会比较多一点 今天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嗯 而且我看到就是孙悟空抓到小凯的那一刻来孙悟空之前的话说的很满 但是实力我们也看到了 你抓到小凯的那一刻什么心情 嗯 其实我们中间打的吧 就一度就是稍微也太落后了 龙其实也没多少了 然后就一直就在这边指挥我们 说是这边可以打 这个龙可以防 那个龙也可以防 说最后我们龙魂 龙魂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一直就是队友开团也比较的不错 然后那个我们家这个找机会找的可能也比较的好 后排打伤害打的也比较足 我呢就是上去找找机会开个团 嗯 感觉我们配合的非常不错 说一句话 队友非常给力 是的 是表演赛也让所有的我们的玩家 还有咱们的召唤师们看得也是赏心悦目 非常的过瘾对吧 没错 那同样呢 我们来问问我们的胜利队伍当中这三位选手 先问问我们的大安蠢 其实大安蠢 神一直在那告诉我们说 这个能杀能杀 我就来了 那个毕竟是辅助神嘛 所以我想问问辅助完神之后 你的感想是什么 如释重负 然后跟队友说一些话 因为可能队伍当中你挨打是最多的 所以有什么想说的 他得扛啊 他得扛 对 因为我觉得你在中路的时候 好像很多时候都补不到刀 对 很吃力 很棒的 真的 很吃力很棒 确实小凯的补刀可以看得出来 跟职业选手 几乎是非常接近的 嗯 什么叫做精彩 精彩一定要是势均力敌 因为对手厉害 才会显得自己这场比赛更加的优秀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 要恭喜我们的UDI YYDS 谢谢 好了 我们要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今天呢 我们英雄联盟十周年盛典也接近尾声了 在今天呢 我们收到了来自金克思带来的重磅惊喜 也就是大家十分期待 我们的英雄联盟手游下一步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计划 是的 同时现在请我们的召唤师可以前往 英雄联盟手游的官网 掌上英雄联盟APP 微信游戏中心QQ游戏中心参与布山党昵称抢助活动 齐前锁定你的ID 此外的英雄联盟手游的职业资格赛 和城市的英雄争霸赛也将会即将开启 让我们一同见证首批职业联赛俱乐部的诞生吧 是的最后感谢我们英雄联盟 让我们相聚在一起 也感谢我们亿万召唤师的陪伴 让我们一起与英雄联盟手游 共赴下一个十年 感谢大家 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给我们评论席的嘉宾 为我们带来今天赛事的点评和明天赛事预告